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 接下来是我们刘新正刘一言 15分钟 好,谢谢主席 各位交通局,捷运局 还有观光局的收藏 还有主管辛苦了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交通局 局长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交通如果没有规划 江户没有如果说没有做好 经济发展 别谈 局长 你到目前为止 你的脑袋里面 你对于高雄 齐美地区 你有没有什么规划 交通方面 有没有 陈记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刘一元 刘一元 有关齐美地区的部分 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快捷的路网 能够进到这些区块 让比较属于山区或是齐美地区的游客也好 或是居民也好 能够快速的进出市区跟居住的地方之间 你认为目前我们高雄市政府在整个交通建设方面 对于齐美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做法跟规划 你认为目前这样是不是已经够了 应该是从我们县市合并这几年 市府在齐美地区的投入其实蛮多的 那当然不同的局处有不同的分工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道路建设 要看看它是属于哪一种等级的道路 那比如说可能刚才我所提到的 有关快速道路或是国道系统 它要建设的话 那个是属于中央部会的部分 那至于说我们交通局所负责的业务 有关在齐美地区的公共运输 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力气 那除了有路线 班次路线以及后车停 变成是转运中心之外呢 那我们也很积极的 希望能够在美容齐山地区能够增辟 可能地方上或是民众所需要的 游客所需要的这个停车场 那这部分是我们主要交通局负责的业务 好 机长请坐 谢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很多的建设都偏向高雄原来的都会区 或者是沿着岗山往路逐方向 或者再往屏东方向 对于我们的齐美地区的长远规划 我真的是看不到 我真的是看不到 当然我们交通局在快捷 这些公车的规划上协助上 开车子的话五分钟 但是不会开车子的人 就没有办法去 所以很多的规划都还不足 整个思考范围在原来的高雄 在原来的高雄 在原来的高雄 我每次看报纸 都看到说建设都说 捷运要往屏东去了 甚至要往台南去了 我们齐美地区呢 我不晓得捷运局 吴局长 齐美地区 站在整个区域平衡发展的立场 捷运局 在捷运规划上 是不是朝齐美地区 要把它延长到那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跟规划 今天请务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 感谢刘议员 大众因素系统的建制 是跟城市发展 是彼此间是有搭配跟连接 那所以我们整个 大众因素系统的规划的部分 是逐步逐步去做调整 那所以我们现阶段 已经到现在为止 是第三次的 大众因素系统的 一个整体路线规划 那刘议员曾经 已经多次建议 齐美地区的部分 我们再放在下一期的 整体路线规划 检讨的时候 然后把它纳入考量跟评估 我觉得站在整体区域 发展的立场 并不能够单纯的从经济上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有人 我捷运开到那个地方去 才有人做 最起码从观光的立场也好 不要说从交通便捷 对于促进 齐美地区的观光发展 人口的流动 捷运 开往 延长到齐美 齐山 甚至于美龙 我认为势必要做 你今天不做 你将来还是要做 早一点做 对于齐美地区的发展 就有帮助 就有帮助 不然的话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只有交通局 现在不断的 只是把刚刚局长所讲的 只在增加公车的班次 或者是增加停车场 人家要到齐美地区都要开车去 好 但是呢 当我看到说 我们的捷运 甚至于打算要延长到台南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作为一个高雄市政府 只想到说 我们的捷运要跟台南做连结 要跟屏东做连结 我们齐美地区 好像是话外之民 局长 我认为我不能接受 目前的思考模式 在整个捷运的规划上 交通的规划上 把齐美地区摆在一边 好 局长 你认为呢 这部分跟留言报告 有关我们捷运大福 然后延伸到齐美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由台南市政府 这一边来做 那所以不是 整个那个路往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跟台南市政府 有讨论过 但是目前是由台南市政府 这一边来申请 局长 你心里面 现在有台南 你想到台南市政府 台南那边要跟我们做连结 你心里面有没有想到说 我们高雄这边要跟齐美做连结呢 有没有想到 刚刚有跟留言报告过 就是说整个捷运路往的建制 是跟都市发展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会配合整个整体的发展部分 然后在下一阶段 整个路往检讨的时候 然后把它纳入 做整体的稿量 局长 我们的捷运 现在已经规划到活光山嘛 是不是 到活光山吗 那个是我们的东环的部分 好 到深水呢 是不是有到深水 大学城 对 那个就是我们会衔接 那个燕朝县跟活光山县 然后建构成一个东环的部分 那东环的部分 目前自长率的部分 其实都是负的30负的15 那未来其实 我们并没有排除说 不接到齐美 但是我们会必须配合 整个整体路往的 城市的发展需求 路往的需求部分 我们再来做下一阶段 整体路往的考量 局长 下一次一定要把齐美 把它列进去 我们会把它拉入 把它拉进去 因为你都已经到深水了 包括你所谓的 你现在规划的路线 从佛光山到林口 从林口那边到那个 到齐山已经很近了 已经很近了 而且啊 而且有现在有台塘原来的道路 铁道 现在呢 大部分都还保留着 你在如果说 在建这条捷运的路线上 有县城的道路在那边 县城的道路在那边 可以用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 那么近 为什么不做呢 我想这一部分呢 我是非常坚持 作为一个政府 对整个区域的平衡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 交通是一个最基本的 而且乃是良性循环 不做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好不好 局长 拜托一下 好不好 我们会列入下一次 入网整体检讨的时候 会把它纳进来做整理考量 好 谢谢 捷运的事情 我们就谈到这里 现在 我请教一下 观光局 刚刚 您提到 齐美 就是说我们人文 人文风貌的话 可以把民宿纳入嘛 对不对 你认为 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市 具有特殊人文风貌的地方 有哪些 齐美区可以算吗 观光局 郑局长 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刘议员 那个人文风貌区的 这个指定的部分 当然 他要跟我们有特殊的 历史人文风貌的 这个具备这样的条件 什么叫特殊风貌 人文风貌 你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如果说 他有一些 在历史的发展的脉络里面 他有一些 比较属于在地的 一些人文的发展的部分 都可以纳入 那有一些像 如果说齐美地区 我认为齐美地区 当然也是啊 他因为是我们的后花园 其实他有很多 很特殊的这样的 包括我们的美容 他有很丰富的客家 的这个部分 但是议员如果跟民宿 来做结合 其实在我们的 齐美地区民宿 其实目前是没有问题 是可以设立民宿的 没有 他只要符合 民宿的话 目前只要都市计划区内就不行嘛 是是 对不对 你没有纳入这个 特殊人文风貌的话呢 还是像都市计划区内 还是不行嘛 所以 如果说你目前在一个条件的话 在美农的边缘地带 只有在那个地方设民宿的话 对整个观光的发展 没有帮助 因为他们从外地的人 到了美农的时候 他不晓得要到哪里 要比如说要体会客家 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 一些特殊的 一些风俗习惯 那些东西 你如果说住在边缘地带的话 不是都市计划区内的话 他不会去的啦 就是他要在非都才可以设 如果是都市计划内的部分 所以啊 那你认不认为 齐美地区 如果说要发展观光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它纳入 人文风貌 特殊人文风貌的一个区域 你认不认为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呢 当然可以由政府的部分来认定 你要不要努力朝这方面走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为了解决民宿的问题 而指定某些地区作为人文风貌区 我认为这样有一点本末导致 那我觉得应该是去检视地区的条件 如果他真的是符合 人文风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设民宿 应该是倒过来讲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看他历史发展的脉络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我说了算 我想应该是由民间来提出 那我们会找一些学者专家 对于地方熟悉的 对于他的历史发展 跟他人文风貌熟悉的部分来提出 他有特殊的地方来指定 你作为一个观光局长 你对于齐美地区的一个特殊风貌 你会没有感觉吗 我跟您报告 我们的高雄 齐美地区 是整个高雄 客家人集中最多的地方 95%都是客家人 是全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 会没有观光的吸引力吗 我并不是为了要解决民宿的问题 而来谈 今天来谈是要把它纳入 那种人文风貌 不是 我是站在发展观光的立场 是 我非常认为 才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根本不是本目导致 是是 我非常认同意愿的说 所以这个 我要在这边做一个澄清 好 我希望 局长把齐美地区 把它纳入特殊人文风貌的一个地区 来争取在那个地方开放民宿 来让外地的人到了齐美地区以后 到了美龙 到了六规 他们很容易的可以接近 可以亲近原民文化 客家文化 甚至于在齐山 晚上还可以去逛齐山老街 好不好 我们来检讨 他要怎么去啊 对啊 我们来纳入检讨 好不好 好 这一部分呢 请局长协助一下 好 谢谢 还有 局长 接下来 我每次听到 把中政府改成美龙湖 有80%的人都同意 局长 因为 我去参加过 那一次的民调的最后的结论 报告 当每一次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讽刺 因为 那个报告 是有问题的 讲业多次 就让人家觉得说 是在强奸民意 我们是为了要改变而改变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局长 你同不同意 你愿不愿意 就美龙湖的事情 中政府改美龙湖的事情 我们在美龙来进行个公投 你同不同意 我跟原报告 你同不同意 我们来进行个公投 看看哪一个人正确 是不是80% 对不对 展现民意最好的方式是公投吧 好不好 因为那一次的民调 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所谓的是用随机抽样 根本就不是随机抽样 根本就不是 在一个固定的店里面 让外地人来也好 随便来的每一个都可以填 而且呢 交给里长 里长的看高兴 交给谁就谁 好 那我们就给留言 第二次跟第三次 15分钟 然后呢 拿了以后 我里长高兴给谁就给谁 这样的是怎么会是一个random sample呢 我们一个有 大家都念过硕士以上 有做过研究报告 研究方法 这个怎么会是一个随机抽样呢 这样的报告可以相信吗 这个报告可以拿来做参考吗 这个报告可以拿来执行吗 可以吗 我们可以大言不惨地告诉 民众 告诉社会 美农有80%的人赞成 把中政府改成美农府 每次听到 我就更加每一次的觉得很讽刺 我就觉得很讽刺 局长 我请教你 中政府之前 美农府 中政府之前 叫什么名字 他有三个股民 主要的股民叫中正悲 那后来叫中正胡 也有叫美农笼 局长 在中政府之前 没有胡的 为了这一次要改成美农府 就要把中正胡三个字给他丑化 局长 你知道中正胡三个字是经过当时美农证明代表会 开会通过 决定的名字啊 我们今天随便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乱七八糟的民调速度很快 要叫他短时间进来就报告出来 就把这个有名义基础做决定的美农的前辈所做的一个有名义基础的一个决定的名字 就把它取消掉了 所以我说是强奸民意嘛 你知道吗 这个字也没有胡啊 我们美农人在小的时候啊 我们叫做笔筒 悲糖 你知道吗 所以呢我又看到说什么 中政府是意识形态所定的 所定的这样的一个名称 乱七八糟 什么借口都来 什么借口都来 我们做这一件事情有需要这样子吗 局长 一个风景区的景点 如果说我们要让游客产生兴趣 你认为这个风景区我们要怎么塑造 局长你认为呢 风景区最主要它会吸引游客 当然有它的特殊性 吸引游客 要怎么才能吸引游客 游客 第一个当然是有它的特殊性 第二个当然是 特殊性 比如说 最常见的是什么 就是风景 特殊性 最主要是它可以标示 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 它的有一个独特的景色 其他地方没有的 你认为中政府最具独特的地方是什么 你现在发展观光啊 对不对 你说改美农府之后 为了发展美农的观光 所以改成美农府啊 它的独特是什么 如果议员问的是美农府的话 其实它就跟美农这个地区就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连结 因为我们美农真的是一个非常保持非常完整的 那为什么不把陈青湖改成高雄湖呢 跟高雄的连结啊 是不是 陈青湖过去 陈青湖把他改成美农府啊 他过去叫大贝湖 他过去叫大贝湖 对啊 为什么不把他改成高雄湖呢 对不对 我跟议员报告啦 其实我们过去在中正湖的改名的部分 我们把中正湖改美农府来举一个公投 可以吗 最贴定名义 最实际的名义 可以吗 我跟议员报告 公投有它的门槛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湖如果要举行公投 它那个门槛是不符合的 所以是没有办法举行公投 它的议题性并不符合公投的这样的规定 我们要做怎么会没有办法做呢 哈 对不对 我们按程序来嘛 我们按程序来啊 因为已经有人跟我建议啦 我们来做公投 对不对 因为 中正湖 当时美农政公所 美农政民代表会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建议 蒋介石 蒋介石呢 当时 为了看他的军队 在美农山上做施对抗 当时是甲乙两边 我这里面有讲过了 甲乙两边 他们做施对抗 包括 如果说以福安长 发展观光的角度跟立场来说的话 福安国小 福安国小的司令台那边 蒋介石 曾经坐在那边 来看他的山上的军队 他的军队在那边打仗 也在中正湖那边 也去了 他去美农的目的 就是为了看他的军队的军演 以蒋介石在当时的身份跟地位 在世界可以说有举足轻重 那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美农 到了美农中政府 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一个 跟历史做一个连结 全世界 全世界有那么样的一个笨蛋 一个发展风景 的一个景点 就是要跟历史做连结 这个是吸引观光客 最有利的武器 我们今天自己切断历史的连结 要把美农湖说 我们中政府改成美农湖以后 可以把发展观光做得更好 这是没有尝试啊 这是没有尝试啊 所以啊 我今天我回去 我经常听到这些话 我这一个四字头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看过 美农山上是对抗 后面就是第八军团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个故事 来吸引观光客 甚至于我上一次 在这个议事体里面我讲到 在中正亭上 在那个中政府的亭上 坐一个椅子 摆在那边 蒋介石就曾经坐在这里 光是那个椅子 就比你改成美农湖 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啊 会抢到那边照相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连结 把它排除掉呢 这个都发展观光吗 有不少人跟我建议 我们来发动公投 我们来发动公投 如果 因为很多人也不满意啊 而且确实我曾经参与了做民调报告啊 我在那边我当好就提出来啊 我有把我的观点跟教授讲啊 当时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反驳我 做问卷调查 抽样是非常重要 你这个抽样就产生问题了 就没有信度就没有效度了嘛 既然这样子了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拿来做执行呢 可以这样子做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为了我要做什么事情 不问是非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不行啊 不然的话我会继续做投入 或者是 做公投的事情 我自己来做民调 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跟我讲啊 对不对 我讲的是事实啊 对不对 我们有读过研究方法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个怎么会是 这个怎么会可以拿来做参考呢 怎么可以相信呢 完全的信度效度都没有 好局长 你记住我现在所讲的 有人说要把它改 当然每一件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 反对认为应该要跟历史做连结 发展美门观光的声音 你把它 你把它 无事于这些 无事于这些声音的存在啊 好不好 局长你身上要不要看 做什么方法来挽救 好我不希望慢慢的把这个声音 把它吵起来 到变成一个内部的一个对立 我讲没有需要 好不好 你不要以为现在没有声音哦 好你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哦 好不好 好局长请坐 那个 江湖局长 不好意思啊 还是看到以后 还是有些问题要请教你 我们敞棚巴士 目前营运情况怎么样 陈局长请答路 好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刘议员指的是我们开顶式的双程观光巴士 对 做的人多吗 我们所知道的 目前它是在市营运 从9月开始 所以只有礼拜六下午四个班次 都是很热门的 那目前它一方面做市营运 一方面车子 需要到彰化去做所谓安省的检验 那大概在十月底会完成 十一月初我们会正式挂牌 正式营运 有机会到美龙去吗 骑在美龙吗 我跟议员报告 我们这两部这个双程巴士 因为它所使用的不是限定路 不是限定路线的购车补助 所以它有机会到需要的地方去做服务 只要是包车就可以 你要不要释放一台到奇美地区 那个地方会比你在都会区 敞篷巴士会更有看头 谢谢议员的建议 因为这两部双程巴士 我们是将它看看哪一个客运公司 他们有兴趣 所以后来是高雄客运 他们得标购买这两部双程巴士 那当然它的营运的方式 我们交通局愿意提供刚才议员所建议的 这一种适合的地方去做尝试 我觉得如果说有在奇美地区的话 可能会比在高雄做的人还会更多 我在想 好不好 是的 因为在奇美地区的风景景点 就缺少类似这样的 好不好 局长谢谢 我还是有两个问题 要请一下交通局长 一个就是说局长 你认为我们目前 高雄交通最阻塞的地方在哪里 来 陈局长请答 陈局长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刘议员 那个在中山路整个有几个重要的路口 上下班是很拥塞的 那另外在 最塞的 中正路跟要上高速公路 还有我们在大中 就是国道10号 跟平面下来的地方 大中路那边 也都是相当用色的一些路段 局长 你都有讲到 你都有讲到 可见你是非常了解 我们目前的交通拥挤 这些现况 到底问题点在哪里 地点在哪里都知道 那你对于国道10号 跟中山高一号 交汇那个地方 就是顶津交流道 要上去要下去 那个阻塞的情况 你认为 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解决 是 有关 这个国道一号 跟国道10号 顶津交流道 系统交流道那个地方 其实确实是在 上下班的时间 非常的庸盛 特别是北上要往市区的方向 就是说要左转进去10号 这个方向常常是有很长的 这个研制停等 那整个在顶津系统交流道的改善 交通部那边也非常的支持 我们去做一些改善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顶津的 这个闸道已经弄了 那现在也在处理 这个有关国道10号 的一个高价的改善 那这些部分呢 我们希望能够完成以后 对整个系统交流道的 服务水准能够有所提升 局长 在那个顶津交流道 你要上来 从1号交流 1号中山高要进来的时候 进10号要下来的时候 又跟10号道路由东往西的 在交汇的时候 他有些人可能进来 要插进来 要到那个要走中华路要进来 但是这边有可能从自由路要下去 可能从民族路要下去 交汇啊 你知道吗 不只塞车问题 包括交通的危险的状况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解决 好 我觉得要解决 在规划上 是不是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突破 不只是一个堵塞的问题 交通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百姓 置于这个危险 规划让他们走向一个危险的 一个情境中 我想是不应该存在的 好不好 我们特别留意那个交汁的问题 对 还有呢 我们182道路 因为我说86号道路 要从东西向国道 希望能够延长到内门 延长到山林 这个我在讲嘛 但是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最快的方式 就是把182道路给它脱关 结完取值嘛 对不对 这个进度目前做得怎么样 跟议员报告 感谢议员长期 一直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如果说从86 或是下来到末端 接一跟182这边的 结完取值跟拓宽 确实是有助于 我们奇美地区 利用这个往台南的方向 去做连外的这种输运 那这个案子 因为它属于公路的建设 是属于我们公务局 主管的业务 那么他们有申请 生活圈 就是公路总 中央 营建署 这个生活圈道路的 这个计划 那我所知道的 他们是申请上去 好像没有很顺利 那目前呢 我们正在 做第二次的这个申请 来继续争取 再给你两分钟 没有第三次吗 你第三次给了 一次给了 第四次来 好啦 再给你两分钟好了 好 那就给他注意一下 好不好 改善 好不好 因为我还有两个问题 请坐 谢谢 那个观光局长 我觉得 我们在发展观光 像宝来 我一直在讲 宝来的那个嗓门步道 好像跟你们无关一样 你们就只在三下 在宝来那边 本来要开饭店 要建饭店 饭店不做的 你们就是市长所讲的 要现在种樱花 还是种种梅花树啊 要种什么树 那个来取代 对于嗓梅步道 要回答吗 我才六孤的观光放在心里啊 然后呢 在我们的布老温泉 像死成 好像跟我们观光局无关了 因为你高一山山道路没有做好啊 布老温泉的观光绝对不会起来 包括宝来的温泉 温泉业也不会起来啦 你这边啊 要帮忙啊 提意见要提醒啊 高一山山要建啊 那个宝来厂部都要做啊 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有强调 好像跟你无关一样啊 我想这是不应该的 议员这样讲 对观光局并不公平 不会跟观光无关 当然我们对 对于整个宝来地区 还有这个温泉的这个部分 我们长期都是全力的协助 包括我们宝来大街 整个的地景地貌的改变 还有包括道路的部分 那是跨局处 因为工程的部分是在公务单位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 来跟公务单位来做一些合作 对 三天前 我才听宝来 宝来又不会合作 对不对 那个是贸管处 贸管处 我跟议员报告 我们其实在略归这个地方 最近我们为了这一个泛舟的部分 老文西泛舟的部分 其实观光局也是主动 虽然对我跟议员报告 我只是举例 我们对于那个地方的观光 我们并没有放弃 我们其实是全力在协助 包括贸管处 他很多活动没有通知我们 我们也是主动去告诉他们 这个部分我们要规划很多的游城 还有帮忙行销 所以我在这里跟议员做这样的说明 谢谢 谢谢刘议员的咨询 那今天所有登记发言的议员都咨询完毕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到此上会 明天继续开会